好 另外 現在呢要跟各位探討另外的問題就是這個 對啊 因為你現在學習 也都在網路上 我問一下各位好了 你有沒有哪一天你是可以離開網路的 以你目前你的生活來講的話 有沒有哪一天你是可以離開網路的 很少對不對 以前 有電腦可以用就OK了 現在沒有網路叫做電腦壞掉 是這樣嘛對不對 沒有網路叫做電腦壞掉啊 可是明明還可以用啊 那重點就來了 因為各位現在你們的年代是屬於網路的世代 雲端的世代 你哪一天 因為每個人都有回家的一天嘛 回老家的一天 有沒有被遺忘的權利 有些人並不希望 留資料在這裡 對不對 因為最近剛好還有看到一個新聞 日本的那個殯葬業者 他們在做一件事情 幫他們的家屬 就是往生者的家屬 所謂的破解 那些他就是往生者用的那些賬號的內容 因為有些他可能需要照片啊 或是一些聯絡方式 或者像各位有沒有用過網路付款 比如說你的App 上面有可能有你的賬號 那怎麼辦 是不是需要考慮到這個問題 一向我們都要用來買一個 不是要用過網路付款 然後你會用到錢 然後你會用到錢 你會用到錢 那你會用到錢 你會用到錢 一片洗出来 知道为什么照相光来倒那么多了吗 你没有努力啊 他就活不下去啊 因为你们现在都把资料都存在云端 存在社群里面啊 你有想过有一天 万一你的Facebook或LINE 账号被盗或者是被锁定 还是忘记密码 请问你的世界会变怎么样 现在很可怕 记忆的遗失 不是只有一两张照片的问题 假设你是比较重度的 Facebook那些社群的使用者 你的遗失是 你这个账号不能用的 朋友不见 以前的照片不见 你的活动记录不见 所以你的记忆是空白的 没错吧 你只剩你脑袋瓜里面 有些残存的记忆嘛 所以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啦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个遗忘犬的部分喔 事实上各位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包括Google 包括我们右手边这边 还有一个 我把它放大一点就看到了 我应该还有一个 在下一页 怎么没有存到 有两个啦 就是包括Google 还有什么 Facebook Google它把它称作叫做 指定账户受托人 你会有一个叫 闲置账户管理员 所以其实这就跟我们讲的 早期在讲所谓 预立遗嘱一样 你可以先指定好 你的这个账号 以后的贷管人是谁 那这样子呢 万一要离开了 这里可以指定喔 一般来讲是你的账户如果闲置12个月 6个月还是12个月啊 我记得好像是12个月这样子 就是它就会启动这个机制这样子 当然你必须前提是你要启动有指定账户受托的 才有 那如果是FB FB的话有没有 有 只是我这边没有抓出来 FB的资料叫做什么 纪念账号 这样了解吗 一样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 但是至少账号是有留着的 账号是有留着 当然你真的要删除也可以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部分呢 这样至少就是亲朋好友 就可以帮你处理一些事情 当然有些人啊 真的不希望 留下一丝云彩的 利用这个所谓的指定账户受托的 或者是纪念账号 你进去之后 也可以把账号删掉 就永久关闭 这样你就有被遗忘的权利 我们讲被遗忘的权利 是因为现在这些资料 不管你 因为各位这个世代 你几乎很多资料都是在上面 你有没有想过 你讲过的话 做过的事 拍过的照片 有没有可能重新被这些挖出来 搞不好网络上会找得到 那这个时候有些是比较不堪的过去 不堪过去 所以遗忘不是只有 要回家的时候才要遗忘 有些人他不堪过去 他不希望人家再挖出来 所以在Google那边 或者是Facebook 他其实可以提出一些申请 可是如果你的资料已经被 就是一般的网站 网路上流传的 那就比较难 所以说其实在网路上的活动 不是隐形的 所以建议各位 不该放上去了就不要放 会比较好 不该讲的话 不该做的事 还是不要做比较好 因为在网路上流传的 还会更广泛一点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 其实以后这个是有可能 我们会有需要去处理 ungkin